你这是去搬家的 这全部给你买的好吃的 现在嘛 这一箱箱的干 超市里卖的14块钱 批发市场一间了才100块钱 我说一大早上到处扭打 跑去 半天不回来 还给你批了口袋菜我来 现在啥子都批发了 我现在觉得我们这边好幸福对吗 嗯 牛肉 笋子菜铁全是营养品 今天中午我就给你买个 笋子炒牛瓜铁 什么牛瓜铁 牛瓜铁就是牛肉 你要喝嘛 我有资格喝这些吗 你把这个去做是吧 嗯 这个就是按下去的 我这个是按下去的 对吧这个扯到 我在哪里喝过这个的嘛 牛皮 这是想想出教我的 我不喝 长一口嘛 我不喝这个 比如说孕妇就在喝点液晴下来吧 没这个 那十几块钱喝一口气 没得 我去你这个哪个把羊气油两口就整整完 给炒个西兰花 炒个绳子炒牛肉 朋友们你们看的就是烧家厨洗的衣服浪的衣服 袖子都在扁起的 今天买的鲜猪 给他弄个猪笋炒牛肉 新鲜的牛肉 这个你不炒我就把炮起了 炮嘛 炮两天再拿出来炒肉嘛 想的很 这泡菜水好像很不错啊 看嘛 哇塞 一个花花都没得了 这是小羊泡的泡菜 今年这个汤从去年开始就是我来保管的 所以弄得好 那你的时候我没得你保管的好嘛 这都是我提前洗干净水沥干了的 放进去 装两个泡菜出来嘛 我炒到牛肉里面 要得 我拍视频的时候就以我喜欢吃的美食为主对吗 对 我不拍视频的时候就以你喜欢吃的美食为主对吗 够意思了 够意思 两者坚固 这个辣椒辣少一点点 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 把这个钢口上面再放点盐 放点水 它里面就不容易生花 而且可以管半个月 一个月都可以 我都是能够炒着的 还得够别的 你不懂了太小处 不是我平时够你的 这是妈够我的 你够我的 其实平时我们都是这样 他煮饭的时候我就干点你所能及的家务 然后这样两个人都不回来 而且还开心 下牛肉 小羊 嗯 今天牛肉的炒着又有点好吃了 你得吃我一下都很上司 虽然今天有点炒脆炒的有点寒 但是我决定还给我儿子搞一会儿了 洋葱花 开饭了 一二三 两菜一汤 敬养健康 多吃个牛肉 嗯 哇 这心子好吃 这些菜 我把那两张肯定的卷 送给灯狗了 他明天休息让他去吃肉 你们等会的生活那么好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日常 平平淡淡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的 富藏富水 你整天我都不会说话了 今天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了 拜拜 拜拜 我们吃饭了 好 拜拜 拜拜